好,各位同学,接下来我们请看到130页 我们介绍一个关于地震的一个测量 它的一个规模的一个讨论 假设呢,地震的瑞士规模是M 用M这个符号呢,和地震所释放的能量R 它的单位是叫做Jower 它的关系是一个公式 LogR等于1.5M倍加上4.8 LogR等于1.5M加上4.8 这边的能量是R 那这边的测量出来的这个瑞士规模的数据是M在这边 好,那么请问2011年 有一个8.9的日本东北大地震 它所释放的能量是2018年 花莲地区瑞士规模6.2地震的一个倍数是多少 倍数是多少 所以我们请你把8.9和6.2 这两个都带入我们相同的这个地震公式里面 所以假设 日本的地震它的能量是R 那花莲的地震呢 我们用的是S 所以这时候LogR 因为它的规模是8.9 带进去1.5乘以8.9加上4.8 这是我们的第一试 再来我们的花莲地震6.2对不对 所以带入它的能量是S 不知道LogS会等于1.5乘6.2加上4.8 这是我们的第二试 所以这两试呢LogR会等于1.5乘8.9加4.8 LogS会等于1.5乘6.2加4.8 所以我们就把它去做1-2 两试做相减 是不是 就会得到左边减左边是LogR减LogS 右边减右边这个4.8就减不见了 对不对 然后1.5乘8.9和1.5乘6.2呢 我们可以把8.9-6.2先减出来是多少 2.7 1.5乘2.7 那么乘起来是4.05 好 左边这边我们去写对数公式 两个对数相减 我们是就会写成Log的减法变除法 叫做R除S R除S 所以这个地方的左边LogR除S 就会等于4.05 那么这里的R除S 是不是就是做一个倍数的比例关系 也就是说 日本地震的能量和花莲地震的能量的比 做一个比例 那么我们这边从LogS分次R会等于4.05 因为它是常用对数底数是10 所以这个S分次R就会等于10的4.05次方 10的4.05次方 那么我们再去按计算机可以按出来 这个数据大概是11220 11220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代表说 日本大地震的能量的释放 会比另外一个花莲来做对比的话 差了11220倍 所以各位同学请注意到 我们就这个瑞士规模的数据 8.9跟6.2 看起来好像只差2.7 好像觉得说差一点点 对不对 不会差很多 但是他们的能量释放出来 是差到1万多倍 所以请同学特别的注意 我们地震所宣布的那一个能量大小的数据 都是一些整数 2级3级4级5级 大概最多到7点多级 那感觉上数据不会差很多 但是他们的能量的差距是相差非常多 相差非常多 这些东西特别的注意 来下面我们请看到水上练习 水上练习也是类似的一个问题 水上练习也是一个类似的问题 我们大概看一下它的问题在讲什么呢 它说如果我们台湾的921大地震呢 它的瑞士规模是7.3级 那花莲地震 我们一样用花莲地震做对比 它是6.1级的话 那这两次地震的能量差多少 所以我们一样使用到相同的地震公司 LOG R等于1.5M加上4.8 那我们就假设 我们假设921的地震的话 它的能量是R1好了 那么花莲地震呢 我们就写一个叫做R2 我们就简单写 所以一样我们带入这种相同的公司 LOG R1会等于1.5乘上7.3 再加上4.8 那这是我们的第一试 那这是我们的第一试 再来第二个 花莲地震LOG R2呢 会等于1.5乘上6.1 再加上4.8 那这是我们的第二试 所以一样我们去做一个什么 1-2 左边减左边 右边减右边 对不对 所以左边减左边 LOG R1减掉LOG R2 会等于这边4.8消掉 剩下1.5乘上多少 7.3减掉6.1 这个乘起来大概是 减下大概是1.2左右 大概1.2左右 那么乘起来大概是1.8 1.5乘1.2大概1.8左右 那我们左边这边减法变书法 也就是LOG的R1除以R2 会等于多少 1.8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的R1除以R2 就会等于10的1.8次方 10的1.8次方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请同学 把10的1.8次方计算机按一下 那这个计算机按出来的话 大概近视值是多少 大概是63.095 所以我本体答案 这两次地震的一个规模 大概就能量释放就相差了63倍 相差63倍 所以像这个地方它才差1.2 那么它的能量是差到63 我们立体6的话呢 它的这两个数据是相差到了2.7 所以能量差到1万多倍 这请大家特别注意